所以今天是誰有高爾夫球的問題呢 歡迎收看打高爾夫了 我是Andy老師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一個下肢的肌力訓練 因為打高爾夫球常常會用到下肢動作 所以我们今天有请我们的助教林杰 她今天穿得非常的火辣 所以我们今天要加强我们的下半身 我们今天要介绍呢 在打球的过程中 下肢会用到的一些记忆训练 那这些记忆训练呢 其实往往有很多球 其实不知道该怎么练 所以我们透过这些记忆训练 可以强化你在下肝的时候 我们在身体的旋转动作的加速动作 那这些动作呢 我们来请助教帮我们示范一下 首先我们做一些深蹲的角度 我先做个示范 OK 好 做深蹲的动作很简单就是把我们双手呢 维持伏杠的动作 然后维持在中间 脊椎角度维持中立的状态 不要驮背悬肩 这些都不要做的动作 然后准备Squad的动作 上下 好 先做个简单的暖身的动作 上下 OK 来 我们来试试看看 OK 好 非常 哇 超标准 超标准的动作 这样吗 老师 对 就是这样的动作 好 这个动作呢 让身体的肌肉呢 可以作动可以热开 大概维持10秒就好了 我们先做个热身 好 接下来做复合式的组合训练 蹲下去之后呢 我们在起来的过程中 利用囤肌 像刚刚一样深蹲的动作 往上之后再做一个往上推 的角度 再推一次 对 非常好 这样子一个组合式的训练 好 推 上 非常好 对了 好 这个推的动作呢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复合式的组合训练 因为我们在挥杆的过程中 我们会带到我们的三角肌去 所以透过这个推拉的过程中 我们上肝其实会做一些旋转 旋转之外呢 我们三角肌就会跟着一起作动 来提升你在旋转 挥杆的过程中的爆发力 OK 所以这个肌力训练可以让你增强你的三角肌的动作 去做推挤 好 接下来再来 我再示范一下 罗马尼亚的Hinch的动作 OK 好 就是 我们一样维持中立的位置 然后向下 然后启动你的宽 做一个单边的动作 OK 来试试看 好 撑住 对 很好 这个宽就有用到 非常好 好 一样我们做个10秒 好 那记得我们 不要只有做单边的动作 所以 左侧做完记得也要做一下右侧 再换边 OK 一样就维持这个动作 然后10到15秒之间 然后去做一个 上下拉扯之后呢 接下来 延续这个动作之后 我们做一些旋转的角度 好 那旋转的角度我先做一个示范 好 那这个旋转角度呢 仔细看喔 在旋转的过程中 我们下去之后 起来 我们的Hinch的动作起来完之后呢 组合式训练 囤肌推 囤肌推完之后 上半身加上 旋转往前 然后做这样的旋转角度 OK 囤肌推 旋转 对 换手 因为其实我们打球呢 我们打球的动作 来 帮我扶一下 我们打球呢常常会 做一个侧向的旋转 那侧向旋转的时候 常常会用从右边的力 转换到左边的力 那透过这样的转换呢 我们刚刚这样的训练就是从 右车力转换左车力 对 就是做一个切换 老师你流好多汗 因为 不给你解释 我们来继续把这个动作做完成喔 来 组合式训练来试试看喔 这需要一定的协调性喔 如果做不太来 先对 先做一个硬血的动作 然后脚往后放 脚往后放 对 往后放 然后顶起来之后往上 对对对 好 粗一点力量做旋转喔 再一次喔 先下去 喔 要先下去 对 先下去 然后肌肉起来之后转换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转换的力量 然后 知道了 好 起来 转换 对对对 Good 没错没错 好 所以 右边做完 相对的左边也要做 所以我们不要只有单边的训练 不太清楚左边 是这样 好 下去对 然后起来之后右手推 对对对右手推 右手好轻松喔 所以你的 其实 其实变成什么 你的右边囤积在旋转发力的时候 比较有力 你的左边就比较弱一点 就感觉比较不协调 对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些检查 就会发现说 就要强化什么机器训练来强化他的下半身动作 那这个动作呢 会变成组合适合多一点协调性的训练 可以增进你的高浮球 在下端的时候的击球技巧 你怎么一滴汉都没流啊 我平常训练量比较大一点 你要跟我跑一回吗 好啊 这个当然 这当然要跑一回的啊 对对 这个你知道 嗯 今天在座 我平常做旋转发 我通常是做8个动作 6个旋转 今天做6个旋转 好吧 还可以 对 我们就挑战一个 好啊 挑战一个 然后就有技术器 好 胖了咯 預備 我努力 我加油 4 3 2 1 GO 老师 老师你不要做效果 没有做效果 对啊 我 我 你不想做效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完成我平常訓練的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 不是啦 老師你真的不要為了節目做效果 這不是效果嗎 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教學 如果喜歡的話 帶老師這麼賣力的過去 幫我按讚 分享 加訂閱 一起開啟你的小鈴鐺喔 開啟小鈴鐺喔 我現在眼貌信心 眼睛給我一點呼嘩 OK 打告我出了沒 我們下次見